核桃它的定位 就是科技创新 包括人工智能 量子计算 生物医药 都是核桃发展的重点 香港我们有医学这方面的很好的资源 在这个生物学这方面 也有很多人就等专家 他们能提出一个新的生物学的机制 然后我们通过智能化和自动化的方式 把这种生物学的机制 转化成一个一个的药物 所以借助香港的资本市场 可以把这些药物去临床和上市 对整个深港合作区 还有大湾区的一个药物研发 是有一个很好的支持的作用 我们公司 我们本身跟港中文就在合作 它是港中文的光芯片 所以CS 一直跟我们在共同研究 在研究一些高端的这种光芯片 可以利用香港高校的技术研究这种优势 跟我们真正的企业的优势 把它结合起来 因为我们有产业落地的基础 他们有理论研究的这种基础 其实这种结合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 也慢慢地培养了这种领域的人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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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